就問夜姓男子的衣物號搜救權 領著搜救人員 在馬輪山的四周展開搜救行動 有去找了一些樂區可能的區域 我們也搜索過 從73號找到5號 找了三天 失蹤的夜姓男子 被發現時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於時雲溪河床邊坡處 發現失聯者 夜姓男子跟他兩個朋友 從新竹到台中的谷關爬馬輪山 下山時他腳趁快 超前脫隊 獨自行動 意外失聯 消防局統計 台中發生271件的山芋事故 造成20人死亡 其中骨關七雄就佔了158件 將近6成 可能就穿著很輕便 然後也沒有攜帶一些裝備 就去爬山 消防局指出 有些登山者直接穿著短袖拖鞋 就出發高估自己的能力 轻忽登山難度 容易讓自己陷入危險 在從而戰警城台中 採訪報導 好 進行